我們在推搖系統是有點類似像在拼拼圖 可能一個企業他需要應該具備哪些的 資訊管理系統來協助各個單位 那這個拼圖我的RoadMap有了 我一個拼圖的蓋瓜有了 那我就是一塊一塊循序間近的足以我把它拼起來 現在目前市場的變動率很快 因為客戶他要求的就是即時性 我們還沒有倒之前 其實有很多的時間是需要去確認一些我們家的庫存 或者是甚至到切換到那個廠商那邊庫存的查詢 那我們現在一倒進來以後會變成說 我們這一端的訊息我們可以差不多一個鐘頭之內可以馬上去回應 所以對我們來講實效性是一個很立即性的一個反應 那你現在在鼎心來講它是整個資訊共享的 所以我們今天這些資訊可以share出來 那他們也很明確的知道說 目前所有的物料的狀況 排層的狀況還有生產的狀況 包含它單次的狀況 那我們可以設一個區間去設定說 我們怎麼去規劃去處置這些物料 大概就在每個系統裡面其實他們大概都可以看得到 因為重點就是只有資訊能整合 才有辦法把一些資訊來講透明化 那你今天再做一些統計分析 你才能夠最快能夠去把所有的數字整個都蒐集起來 原則上我們製造去接到聲管命令的時候 它最主要是整個一個料框 那我們其實之前比較會遇到問題就是說料框的不擠 去年我們開始正式導入APS以後 我們有發現其實整個料框到製造去 它缺料的頻率幾乎已經降到很低了 那它的即時性其實也夠 那也因為聲管它能勾集到製造的生產進度 其實這一塊我覺得是改善最多的 我們其實從這一年來很少在聽現場在抱怨說 我煮到一半什麼東西還沒有到 那這種情形其實已經降得很低了 尼茂今年應該是第二十七年 未來可能還有未來的五年十年是不是更長久 那但是公司有一些基礎 包含這樣資訊系統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那我們希望說是先把它架構好 真的導致這些系統跟公司在成長一些規劃 是不是跟工業資點這邊 我覺得都有很多的相關聯 當然之前其實不會想到那麼多 或真的看到這麼遠 可是這樣足以在做工人發覺 其實感覺上走的方向或是走的路 其實是對的 Então,到時候我們做了 챱都會 想要把技能发覺 我們下次見 之後當然先再回來 remo 我們下次見